這個交流是如果沒有了國安法和愛國者治港 我想任何特首都不夠膽安排這個交流 我在這個形勢裡 其實我們會議廳是見證了香港最黑暗的一面 也都見證到現在我們是光明的一面 是大家真是齊心為香港市民去工作 去做出我們應該履行的基本法的責任 也是因為這個會議廳有見證到我們第七屆立法會的議員 能夠在國徽和區徽下莊嚴地宣誓 履行我們的職責 接著我們有五位議員 這裡站著的五位議員 李慧琼議員 廖長江議員 葉劉淑儀議員 盧偉國議員和王國議員 分別他們的看法和下主席交流 主席也對我們第七屆立法會的工作滿意 也是鼓勵我們繼續圍繞在行政主導之下 繼續做好我們的工作 繼續為市民謀福祉 會員 會員 感谢观看